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个情感专家说过所谓的门当户对包括自身的教育文化背景 家庭教育社会圈子 婚后两个人这些共同的话题越来越少 最后就会导致夫妻越走越远 女人总是会对婚姻充满期待 在有神之年能够遇到一位照顾她一辈子的男人 而且能得到婆婆的支持 但是婆媳之间相处就是一个最大的难题 道理就是将心比心 但是想要做到确实不易 青青是一位幸运的女孩 虽然她没有遇到民事里的婆婆 但是她的老公给她了无微不至的照顾 让她有力量去面对婚姻的压力 青青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 但是为人善良又很温柔 她的老公和她是大学同学 家庭条件优裕 青青知道就算是他们俩在一起 最后也肯定会因为家庭的选属而分开 就这样在老公追求她的几年里 青青都没有答应 毕业后青青在事业上抓住机会 家庭的条件一点一点改善 后来再一次同学聚会上 她又遇见了现在的老公 她发现当初苦苦追求她的小伙子 还喜欢着她 青青感动不已 这份喜欢能持续好几年实属不易 他们之间注定有一段 不会因时光而消散的缘分 很快他们坠入爱河 准备谈婚论嫁 但是老公的婆家并不愿意这桩婚事 但是青青没有像以前一样自卑 如今的生活条件并不比婆家人差 所以她没有放弃而是努力的去追求自己的爱情 如今他们结婚已有两年 但是婆婆对青青的态度并没有感官 甚至在她怀孕的时候 婆婆对她也是爱搭不理 偶尔让婆婆洗个碗都不愿意 就这样经历了十个月的心酸 孩子终于出生了 但是老公要上班 青青又是远嫁 不能等两家人帮忙伺候青青 婆婆说 我没有时间照顾你 我和别约好去旅游 让你爸妈来照顾你吧 现在交通这么发达 青青从来不敢跟婆婆吵架 因为她不想让老公操心 但是她真的感受到了委屈 妈 我做月子是因为你们家的孩子 是您的孙子 你怎么能这么无情呢 但凡我能做的事 我会麻烦你吗 嫁到你们家 难道就应该过这样的日子吗 婆婆听了很不耐烦 我凭什么要帮你做月子 我没有那个义务 当初是你死活要嫁到我们家 我可是不同意的 现在留求我 我是不会同意你的 婆婆说完这句话 青青特别的心疼 眼泪哗哗的往下流 差点难过的晕过去 这次老公出现在门口 她也听到了自己的母亲 和妻子的对话 她冷静的说 妈 我不要你照顾我媳妇了 你想去旅游 您就去吧 我已经帮青青 抱了月子修复中心 明天就过去 婆婆一下子就着急了 你这孩子 你知道月子中心有多贵吗 你个败家子 丈夫坚定的回答 够了 妈 别说是这点钱 就算花再多的钱 只要我能拿出来 我一定都会给我媳妇花的 我的老婆 我自己宠着 不需要任何人 轻轻一心一意的待我 我不能辜负了她 如果你真的为我考虑了 就别再干涉了 去做你想做的事吧 轻轻躺在床上 听到自己的丈夫 这样为自己出头 早已经泪流满面 婆婆也被自己说的 压口无言 黑着脸出去了 后来婆婆也没有去旅游 而经历了这件事情 婆婆也开始转变 应该是老公的那番话起作用了 生完孩子 妈妈都知道 坐月子这段期间 是女人这辈子最难熬的时候 需要人的照顾 如果婆婆这个时候 能多体谅一点 儿师傅一定会把这份恩情 记在心里一辈子 有句话说的好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在婚姻里最重要的 还是要有一个拎得亲的男人 不会忽视妻子的感受 更不会过分听从母亲的话 自己要做到问心无愧 真正幸福的婚姻 夫婿双方都是平等的 不会在乎财富和地位 就像亲亲的老公 不会在意亲亲的家庭背景 而是喜欢亲亲 八字内心的温柔和懂事 这样的女人 值得男人去宠爱一辈子 作为丈夫的妈妈 儿媳妇的婆婆 居然儿媳妇已经和自己 成为了一家人 一家人之间将心比心 才会有好的结果 懂得尊重儿媳 在她最需要人的时候 用心把她当作一家人 以后媳妇也会更加的孝顺 儿子的婚姻也会越来越美满 何乐而不为呢 祝天下所有的家庭 都能拥有一段 和谐的婆媳关系 愿所有善良且珍贵的你 在往后的日子里 能找到一份 和你共度余生的男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以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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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bla